戒烟但是戒不成吗 要不要请神明来帮助你呢 来看到这个全球唯一的戒烟庙就在台湾 这间位在巴黎的庙云呢 推出的是戒烟戒冰囊的宗教仪式 号称的是已经有上百人 透过了这个仪式来戒掉抽烟的恶习 而且以君子呢 必须要先写一张戒烟书文 在神明面前的焚香烧掉 誓言说这辈子呢不能够再抽烟了 如果是违背了誓言的话 有可能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 今天在玄天上帝圣前 恳求玄天上帝灵感 帮助弟子坚强意志力 戒烟成功 拿着香口中在念念有词什么啊 仔细听他在求神明帮他戒烟 黄色纸条被烧得一干二净 到底写的什么秘密呢 其实旁边的人早就偷瞄到 这是一张戒烟文 要写出身时辰 还有地址 可是马虎不得 尹君子要向神明发誓 从此再也不抽烟 要有心要来戒烟 让玄天上帝帮助你 有天写书文应该有上百位吧 全球唯一的戒烟庙在台湾 号称戒烟文可以上达天庭 犯戒小心被神明处罚 因为脾气暴躁 还有那个脾气不是脾气暴躁 就是就是不想要看做什么 做这个也不是做那个也不是 就是瓶气会爆炸啊 然后就是不耐烂这样子啊 然后就是你要赶快 赶快求那个血液上帝嘛 戒烟庙标榜 还可以戒掉冰狼 其实烟是自己在抽 还要靠神明帮你戒 有信心一点吗 戒掉坏习惯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中天新闻 我是冰瓜旗拍报道